立法院国民党团在今天原本是要提变更议程 把选罢法修正草案闯关三读通过 不过呢经过党团讨论先不提案 但是呢变更议程第一案提出的是成立郭志辉调查委员会 而国民党团表示说郭志辉呢 因为涉嫌将股票不当隐匿违法的财产申报 因此排入第一案 而整个院会排下来可能没有办法进选罢法的表决 因此呢民众民进党呢不用担心 好不过现在民进党要担心的是呢 内部现在很多公务人员呢 涉及了霸凌的事件 因为整个呢劳动部公务员之死的炎疫呢 现在是在延烧 劳动部长何佩山呢在昨天下午呢请辞获准了 对此呢立伟林淑芬直言 何佩山让自己人调查出一份包庇的报告 真的是让大家跌破了眼镜 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陈佑 好主播劳动部的职场霸凌案持续延烧 那么包含呢现在这个风暴核心的 谢益荣人没有出面道歉 另一方面呢还有劳动部长何佩山 他先前在立法院被选的时候 一再的落泪还说呢会向行政院 这边提出请辞 那么最新的状况就是昨天下午的时候 何佩山正式的向卓荣泰提出辞呈 那么现在卓荣泰也已经准辞了 而这一整个事情看下来 其实包含民进党立委认为何佩山的处理态度 并不是这么样子的良好 甚至呢用跌破眼镜来形容何佩山 处理整个霸凌案的做法 我们来听立委林淑芬的这一说法 我们本来都认为何佩山部长 他的危机处理能力是够的 是足够的 是专业的 毕竟他从政这么多年了 他应该有足够这个去处理这个危机的能力 没有想到我们经过这个行政调查报告 才发现原来何部长从当上部长换了位置以后 他的能力也就变了 这个是我们史料位置也跌破专家眼镜的 我相信上级长官也是跟我一样 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认识何佩山部长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你怎么会让你的下属去主导这样的调查报告 而且是让他们同一伙人都是自己人 然后调查出这样一份包庇的报告 那我想这个最大的该负责任的当然是何佩山部长 您可以听到林淑芬指出呢 针对这一次整个职场霸凌案件 居然是动用到自己人 谢宜荣的自己人来处理这个行政调查报告 所以让这个绿委都直接大喊 真的是让大家跌破眼镜 同时也发现了这件事情看下来 何佩山他的升任能力是有相关的问题 而最新的状况也就是何佩山请此获准 把时间交完给彭内 好来看到这个整个事件的 不只是劳动部长何佩山下台 新政院长卓龙泰先前也为此举功道歉 但是北分署长谢宜荣到现在还是省影部出面 也让民众怒火继续延烧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的亲上火线回应 他说除了再次的向被害公务员 还有家属道歉之外 也宣示政府严查严办的决心 我要再度向日前离世的劳动部同仁 表达哀悼以及不舍 向家属道歉 同时也向受影响的同仁表达歉意 政府对这个事情的处置态度是 严查严办 还给离世同仁以及家属一个公道 并且向社会大众交代 行政院已经采取断人的措施 进行处罚 全案移送法办 劳动部何佩山部长也已经请职获准 政府会以此事件为戒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中央政府要与身作折 要积极检讨当前在各部会各单位里面的案件迅速查办 不容使不幸事件再度发生 同时行政院也应该要积极检讨当前各单位的反霸凌机制 是否周全有没有落实 我们要在台湾社会建立一个有尊严 而且友善的工作环境 因为霸凌跟不法侵权是公司单位都要面对的严肃事情 中央政府要带头以身作折 同时地方政府也应该要进行 我们未来也会检讨法令 如果不足该修法的地方我们会修法 建立完善的制度 同时也推动 主管应该要有同理心 同理同仁的辛苦 并且要建立顺畅的沟通管道跟环境 让公司部门 台湾的社会的职场环境 能够迈向友善有尊严的方向来走 确保国人在就职的时候 都能够好好来表现他们的能力 为单位来贡献他们的心力 劳动部霸凌案公务员之死 现在引发了公部门的不安 教育部长郑英耀在今天早上给教育部内部同仁一封信 他在信中就提到了每一元的员工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强调说如果你在工作中需要有更多的协助跟支持 请一定要让我知道 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团队 而且你永远不需要单独面对挑战 打造08年的工作环境 不应该只是一句的口号 而是我们共同追求的核心价值 表示说这是他给的承诺 希望同仁在教育部的每一天都可以感受到稳定信任跟安心 这是看到教育部长是把出了这一封的信 那么给他的同仁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西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留学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